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我是周乐 介绍Charles Zhao 他是GMCC万通贷款 今天的代言人Charles你好 主持人周乐你好 观众朋友你们好 现在已经是六月半了 贷款的情况和环境还是一片大好 联储局好像对我们的消费者 是非常非常的友善 关了一个门 开了两扇窗 那么现在我替观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好吗 Charles 那可以 好那世界在这个市面上 又有retail的bank 那又有GMCC program这么完整的 几乎是等于是像银行一样的贷款的机构 那么为什么消费者不直接找您 有的消费者还要先跑去找银行 办不成了再来找GMCC呢 Why 因为这个商业银行那我们是房屋贷款银行了 有一个客人呢 他要想拿从房子里面拿150万出来 Cash out 对拿150万 那么他跑了两只家这个商业大银行了去 那之后的话呢他们没有办法 最多只能可以给他100万 OK 有的地方还只能给他50万这样的 那么他来到我们GMCC万通贷款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办法可以帮他拿到 OK 可以拿到150万 那我们这个Cash out的话呢 我们可以最高可以拿到500万 那么利息的话呢也是相当有竞争力 所以的话呢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 你们如果需要拿Cash out出来买另外一个房子 像这个客人我刚才讲的 他就是要买一个second home 在这个外周买一个second home 那么所以的话呢他非常之开心 那我们也非常的满意 帮他办到了这样一个贷款 谢谢你的解释 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 你比方说 就是我们这个概念比较广 比较这个brother 因为我们后面有很多的这个investor 那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那有一个客人呢 他是这个 因为他买第一个房子的时候 小孩子还小嘛 对不对 现在慢慢大之后 他也考虑到学区的问题了 那么他他说我要换一个 大家都知道在湾区好的学区房价 非常之贵 学区房 对对学区房 那么他要换一个学区 比较好的一个房子 那么但是的话呢 他的收入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就是说 帮他负担两个房子 OK 但是的话呢 很多这个一些商业银行 他说你必须要这个房子 必须要租出去 那必须要租或者卖掉 之后你才可以买第二个房子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就来到我们公司了 GMCC万通贷款 那我们呢 有一个program OK 那么这个客人的话 他只要写一个 写一封信啊 说 在这个90天之内 我这个房子可以租出去的 或者我要 会卖出去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给他们一个款充 我们就可以 把他现有的房子的这个payment 把他这个拿掉 只是说 新房子贷款 只算他新房子贷款的payment 所以的话呢 他非常之高兴 买到了他这样的一个房子 哇 就是要写一封信 letter of intent to rent or to sell 就可以了 刚才您一开始说的 把GMCC万通贷款 当成是一个贷款的supermarket 我觉得这个putting 这个比喻是太好了 那么我再接着问一个问题 那retail的bank 到底有哪一些 比GMCC更好的优势 为什么有一些 他自己认为 他说我的条件都是A++ 所以我不必去找 某一个贷款公司 我只需要去找retailbank 这是不是一个迷思 这样的话呢 因为我们我也不会 所以我们没有说有太多的 这个去研究啊 其他这个项目 但是的话呢 我们有很多的客人 都是从过来 就是从上一看这边 他们有某种的原因 办不成的话呢 来我们这边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完成 那所以的话呢 我们 我说要讲的这个区别 可能就在这一边了 好 OK 那我来总结一下啊 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最优最优等生 也许稍稍某一方面 有一点瑕疵 可能是当配啦 可能是credit score啦 可能是income 可能是reserve 或者是工作的年限 或者是身份等等 到GMCC万通贷款 一定会找到一个最优值的贷款 来帮助到这些人 我这样讲对吗 对啊 因为什么呢 特别在我们做这个江波浪 我们在这个Bay Area 因为我们共事只在这个加州 南北加州 我们有9家分行 那加州的房价是蛮贵的了 你分分钟一个房子100多万 这个是不稀奇的 这个是差不多应该是最基本的 这个特别在这个Silicon Valley 那么所以的话呢 你这个jumbo loan的话呢 跟这个agency loan啊 又有点不同 jumbo loan它很多的就requirement 你比方说 你这个down payment 放下去之后 这个reserve的requirement啊 你的quare score就requirement了 这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gmcc loan贷款呢 是有这方面优势了 嗯 OK 好 那下面的时间呢 我想来跟在所有的观众朋友里面 也有做贷款的 那他们对于自己的客户 都有一定的责任心 也有一定的荣誉感 那也许他自己所属的这个贷款公司 的program没有这么多 那现在再要找一个更好的平台 就是他们所最需要做的事情 那您认为 当然他们情愿 你们也得情愿才行 你们要找的loan consultant 是什么样特质的人 这样我们gmcc啊 2005年成立之后啊 我们这个公司的宗旨 就是要发展嘛 公司要不断的每一天都有这个 有不断的发展 那么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公司你才可以长久 这个生存下去啊 那么所以的话呢 我们每年来join我们 gmcc的这个loan officer 两位数字的这个 两位数字的这个增长 每一年啊 平均下来都蛮高的 就是超过10%以上 对对对对 那么很多loan 其实loan officer来讲的话 他们找平台 他们可以随时走的 如果他不喜欢你这个平台 他可以去另外一个 因为这是合作关系嘛 那么但是的话呢 来的时候我们走的 是非常非常至少 来过来的话呢 loan officer 他们的做的生意 都是比以前多很多 那这个是我们非常欣慰的一点了啊 我们就是希望 帮到大家 把这个贷款 因为因为做loan officer来讲的话呢 这个你program 一个价钱 这两方面 你一定要强 你不强的话呢 你这个生意 你根本做不到 对 平常说我们有一些这个 来我们公司做的一些lo 这个loan officer 他们就说 我们以前这个jumple 我们都放弃了啊 这个就是给 这个因为他们这个价钱呢 根本达不到 所以的话呢 他们来到来到我们这边之后 他们又开头了另外一个生意经 就是一个jumple loan 他们可以做很多 好 就是program多 然后今天呢 也是代表GMCC在recruit loan consultant 再加上supporting the staff 谢谢你 Chiles 非常感谢你 谢谢周乐 谢谢观众 好的 观众朋友 还有一段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谢谢